美南精英会 让我们一同来讲述不一样的故事 领略不一样的人生 今天呢 在我们的嘉宾呢 请到的是短娜小姐 短娜小姐呢 也是美南国际电视 许多观众都非常熟悉的 之前呢 做我们的主播 短娜你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今天呢 您又坐在了这个 美南国际电视的这个主播台上 那今天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因为以往呢 就是作为主播的时候呢 是我在问大家 哎 怎样怎样 然后今天是说 哎 主持人好 这个做了一个调整 做了一个调整 而且呢 我会觉得说 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 这里是我的娘家 而且呢 这个舞台灯光摄像 就是我梦想起飞的地方 就是非常的亲切 而且熟悉 而且非常的有感恩之心 是 这个欢迎重新回到娘家 谢谢 然后呢 就是之前我们聊的时候 我也知道你是 武汉大学新闻技毕业的 是 那个和这个凤凰台的 枪枪三十一行的 窦文涛先生呢 你们是师出同盟了 对 他是师哥 但是您在这个中国 也所从事过媒体行业 在美国 在这个美南电视 也做了多年的主播 您觉得这个 在中美两国之间 在做传媒这个工作上面 有什么不一样的 哇 这个可以讲吗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 就是 对个人感受 不代表本台观点 就是这个是我当初 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的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中西的新闻 这一块的一个 一个不同性 对 而且就是说 我们可能最深的感受 就是说在中国 其实新闻或传媒机构 更多的说是政府的喉舌 你什么可以说 什么不可以说 可能会有很多的规定 那在美国 它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很多时候你能够 更大尺度 或说去发挥 你对新闻的一些评论和看法 就是我最深的感觉 在美南做 那个电视台主播的时候 同时也做各种的采访 是吧 这个 事无巨细 什么都做 就是说那段时间 其实非常的好 也锻炼了我个人 非常多的能力 所以我说我非常的感恩 那段经历 对 是 是 而且呢 这几年突然 大家说 从这个主播台消失了 这个我们之间 还互相了解 直到你去到了这个好莱坞 来发展这个影视圈 来进行的发展 那这些年呢 等于说是一去 就是好几年了 是吧 那在好莱坞这一块 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 您就说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现在 我刚才听你这么讲 我有种感觉 就是一种大侠 就是挥袖而去的感觉 那事实上呢 就是有一句话 叫姐不对江湖 江湖却有姐的传说 怎么讲 其实严格来讲 是两年前 我开始涉足 这个好莱坞的 一些电影的制作和拍摄 所以呢 就是这两年呢 摸爬滚档 就是感觉到 收获还是很多 那么接拍了将近 有20来部电影大小 包括一些微电影 包括一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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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深的感触 就是说 在好莱坞 很多时候呢 会圆很多人的梦 很多时候 你的梦就碎了好莱坞 就是说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和很多的机会 但是不是为每一个人准备的 但是给我的感觉 很多人是 现在目前也比较流行 跨界这个词 很多人 比方包括 从医生转到作家 像冯唐啊 是吧 这一类的人 同时呢 也有好多是 做 本来是做 这个音乐家的 有转到了别的 别的方面 那 其实 我觉得 您是做一个媒体人之前 一个比较传统的 一个媒体人 现在是做了 这样大的一个 幅度的转变 那是不是也要在 这个前期 做一些 这个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呢 同时呢 我也有个 比较好奇的问题 就是说 是什么样的 随缘际遇 让你跑到这个行业 跨界 这部跨的 看起来是 有点大 其实也不大 那我自己 最深的感触是 作为一个 news anchor 就是那个 新闻主播 和那个电影人 就是最大的区别 最初的 最表面的区别 就是 你做新闻主播的时候 你是你自己 但是你做演员的时候呢 you can be somebody else 就是你可以 有角色代入 但是呢 就是这样子 会让你的生活 让这个工作变得更精彩 但我的感触就是说 你不可以演所有的角色 至少我不可以 因为我自己并不是学表演出身 那很多人会在讲说 我以前在很多采访当中 也是被人问到说 你一个新闻主播 怎么突然跑去拍电影 那就是说 你怎么知道 确定你可以拍电影 我最初也不自信 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出席到一个 就是电影工厂的一个 一个聚会 然后呢 我当时是带着我的化妆师 是去 去好像 哎 测个热闹 结果呢 就 当时有一位女导演 挺好 是女导演 他是拨开重重的人群 直接蹦倒我 就说 嘿 我有一部电影 就需要你这样子的人 你有没有兴趣 我当时因为很吵 我说 他说 我有部科幻电影 就拍了roll 然后呢 他说 这个是 里面需要一个角色 就比如说 要身材很好 高高射瘦 然后呢 又要长得 有一些异域风情 就比如说是 不同于西方面口 那种异域风情 然后呢 要说英文 有一点点的外国口音 我说 那就是我呀 就这样 然后他 这并不代表 你就获得了这个角色 他只是觉得 从 外在看来 我觉得你是一个 我们想 这个这个条件 然后就开始要试镜 试镜其实是 对我来说 心想 我是属于 就是您知道 我是活在镜头前 从小在镜头前 长大了 我觉得试镜 就试镜嘛 怕什么 然后他试镜之前 他给了 大概三页纸的 那个台词 就有角色的台词 就是说 让你去把它 熟悉 然后试镜的时候 你要演出来 然后我那天 我也就心想说 这怕什么 晃晃悠悠就去了 到现场一看 五十个人 是同一个角色 五十就要选一 对 然后呢 更可怕的是 在我的前面 有一个女生 非常的漂亮 一个黑人女孩子 然后短头发 她演同一个角色 她演完之后 现场人都鼓掌 但是她对这个角色的设定 与我自己想象 做的完全不一样 我当时我就气了 我就跟导演讲 我说 我不要试了吧 这是我第一次 我人生第一次 因为我以前 参加过雪美这样那样 就是我人生第一次 觉得开始有点气 因为我不知道 而且这全英文台词 你知道不是咱们的 想象 而且台词它是因为 是一个科幻语 所以很多的 能有生气的词 我都笨下来 但是 但是人家给了我 六张纸的台词 人家现场再拔 再拔台词 这样很大 所以这样下来 我当时在讲说 我可能试不上了 然后导演说 没关系 没关系 如果这个角色试不上 我再给你别的角色 就算鼓励我 结果我去试的时候 果然就是 我自己很不满意 给我搭习的是 一个老戏骨 就因为我的紧张 把他拖累紧张 紧张到他 把台词忘了 说完之后 他一直看着我 我说你还有台词 没讲 然后就 但是整体试完之后 我对自己 是非常的不满意 然后我很沮丧地 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呢 就开始给导演写一 因为我觉得 很感谢他 给我这个机会 但是我觉得 我没做好 但是说 他说我们 真的就是整个剧组 开了一个会 专对你 真的你个人 开了一个会 就是会觉得说 这个女孩子 非常有灵性 就是可能这个角色 不适合 但是有另外一个角色 很适合你 你要不要试试 那我想说 就是第一个 在《文人传》当中 第一个给我拍电影 机会的一个导演 我不想辜负他 同时我也觉得 是一个机会 我想试试自己 到底能不能演戏 我就接了那部戏 平时我们看到很多的 这样的故事 大家都觉得 本来演艺界 都是充满了传奇的 这种故事 但事实上 它背后 也有很多的酸甜苦辣 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刚才您提到说 您参加过 曾经参加过玄美 我们就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写诗也好 写文章也好 常常会说 功夫在诗外 很多过去曾经做过的事情 对现在的 所从事的这项工作 可能有潜移默化的这种作用 那您觉得 你过去 就像说 玄美啊 舞蹈啊 音乐啊 艺术方面的修养 会不会对你 目前从事的 这个 好来文的这种影视业 有帮助呢 我觉得 很好的问题 就是非常有帮助 我一直都很感恩 我生活的环境 和我的家庭 我父母都是军人 有非常严格的家教 所以呢 他们也是只在 把孩子培养的 尽善尽美 所以呢 就是16岁那年 其实我父母 我父亲 母亲已经是政府官员 他们是不太 屈从的那种玄美 而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只是说 让这个孩子 多一些人生的经历 16岁那年 是我父亲帮我 报了名 他说你去参加这个选美 然后他就 他就退币三社 因为当时的 我去了之后 我知道 我一个批课 其实是我父亲的同事 也是一个政府官员 但是我不管他叫叔叔 他说叔叔 你怎么来了 我说对呀 你怎么来了 然后呢 那个时候是没有经过 任何专业的训练 比如说我都不知道 模特的走台怎么走 也不懂化妆术 反正就是出水服人般的感觉 反正会比较赢得观众的喜欢 不加雕士的那种 不加雕士 而且又会一些才艺 因为我是舞蹈的才艺 然后又比较能够讲 胆子比较大 能在公开场合讲 所以呢 成绩非常好 最后拿到了第三名 就没有任何的那个准备 对就是第一次选的时候 他是选到前八十 我如果全八十 我爸爸说 哇你觉得还有点料啊 就送我去培训 那培训了一个月 包括怎么样摆pose 怎么样走台 怎么样化妆 这个是全面的一个培训 那我在想说 我父亲当时真的非常open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哎哟